我们再来看目前市场的格局 其实是挺复杂的 一方面我们会看到 过去的一些牛气轰轰的一些板块 或者牛气轰轰的一些个股 在走下神坛 在走下神坛里头 包括A股当中 历史上面最辉煌的一些股票 其中包括像茅台 我觉得茅台这轮下跌的话 也算是伤精动股了 它毕竟从2700块钱附近 跌到现在的1700左右 跌了1000块钱 跌掉了1.2万亿 这样一个市值水平 那肯定是伤精动股 这是一个类型 茅台 白酒 酒中的王子 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下跌 从技术走势来看 茅台也是破坏的很严重 它现在单纯从技术走势来讲 它肯定是一个下跌趋势 还没有齐温 第二个它下跌的过程当中 它肯定是一个极弱的下跌走势 如果不是极弱的下跌走势 是跌不了1000块钱的 因为这个跌幅是达到了三分之一以上 这很显然是一个转为熊市的一个跌幅 对吧 我们讲说一般的跌版的20 就算是一个转入一个技术上面的熊市 那你如果跌到三分之一 这个在技术上面肯定是熊市 对吧 第三个我们看它所处的这个位置 它已经在依靠去年下半年 在1600块钱这里形成的一个平台 半年左右的一个平台 在这里寻找支撑 目前来讲是一个下跌抵抗 这么一个过程 而它的基本面刚刚开始受到质疑 还不是被普遍的质疑 也就是说市场对它还是一个分歧的一个姿态 但是走势很诚实 是一个转雄 这么一个走势 从北向之境来看 最近也是减磁为主 就在高位做了减磁 下跌过程当中做了回补 然后没有转向 一个减磁的一个状态 所以茅台算是跌到神坛 这是一个类型 第二个更不用讲 说像中国平安等等这样一些 对吧 那完全已经是被市场抛弃的 这么一个走访 这是很罕见的 在A股历史上面非常罕见的 只有在熊市的时候见过 比如说在07年大牛市之后 遇到了美国的次贷危机 国内也因为文川地震 各种调控 有过一个艰难时期 那个时候走势稍微弱一点 但是还不至于像这次跌成这么单边 垂直下行 所以这是过去的牛骨的类型 在逐渐的一个见顶回调 然后这两天可能更有代表性的是 是长春高兴 长春高兴肯定也是A股石家牛股 对吧 在过去的历史上面来看 那它这个走势 是非常的经典 目前来看 你看在历史高位上面 它形成一个典型的一个三尊头 就是每次跌下来 有资金抄底 然后每次反弹起来 到前期的高点附近 然后又遭遇各种各样的利空 就掉下来 掉下来以后 再拉回去 这样就形成了三尊头 比较整齐 高点是很整齐的 前面两个低点也比较准确 也就是说前面有两次资金回补 或者资金抄底 但是这轮的下跌 击穿了前面的两个低点 这样的话呢 三尊头就基本上成立 紧见的就算跌破 走势呢 就是彻底转头 对吧 那大的背景是什么 大的背景呢 还是大家对它的竞争格局 是有担心的 比如说它的 这个赖以挑战江湖的毒蛮暗器 就生长基础这部分 对吧 小孩子要长高啊 非得花点钱啊 等等这样一些 但现在呢 就这个领域里头 一可能会出现竞争词 二可能会几财 这样一下子就 基本的逻辑就没了 就往下摔 往下摔 那现在还是三四四倍的PE 对吧 究竟多少倍PE 不知道 从趋势的角度来讲呢 它走出了 现在的机构 不管你三七二四一 你走坏了 它就杀 你走好了 它就追 所以 那么 我